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脚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影响人体各种支撑的这一个力道 而且也影响着血液循环 可是偏偏很多女孩子 是因为爱漂亮穿了高跟鞋 或者穿了这一个鞋底 非常薄的鞋之后 就可能造成各式各样的伤害 再来有一些人的工作 长期久站久坐之后 也有可能有各式各样 对脚部的职业的伤害 那更麻烦的是 还有一些人 长期不只是鞋子穿得不好 走路的姿势 站立的姿势都有问题 那脚底脚一旦出了毛病之后 可能会引发身体各式各样的疾病 怎么样健康来顾好我们的脚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 生活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陈兴霉医生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 陈一芝医生 嗨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 曾青翔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急诊科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陈安琪老师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阿芳老师 教我们有没有毛病 没有 那你到录影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 你录影都这么认真 穿尖头细跟高跟鞋 对 导播我们看一下 阿芳老师是认真的 阿芳老师连坐在这里 他只要录影 跟你平常走路来是不一样 走路你会有走路鞋 对 录影工作你真的会穿细跟尖头 一定会换鞋 然后这么多年我穿高跟鞋的历史 快30年了 对 然后呢 到现在都撑得住 对 年轻的时候穿更高 有啦 年纪大了稍微有节制一点点 然后就是穿这样子的一个 你都没有不舒服吗 其实最疯狂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啊 就是电视最疯狂的时候 那时候有曾经一段时间是 竹底筋膜炎 竹底筋膜炎加关节炎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长期久站 我的脚跟也有长骨刺的现象 但是基本上 因为我已经适应是 穿高跟鞋的那个角度 你反而 我看那个年轻人穿很平的平底鞋 你知道我去来试穿 我就觉得我人好像往后翻了 所以我是不适应的 你的腿跟身体的平衡 反而不适应平底鞋 对 我完全不适应 然后那么久以来 人家说穿高跟鞋 我们这么多电视台的同事 女孩子穿高跟鞋都有 然后我就会看到各式各样 什么拇指外翻的 可是刚刚他们就看我的脚 我说我都没有 那算厉害了 因为你穿这个是细跟肩头的 那安琪老师呢 安琪老师的脚 有没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毛病 我就是左脚有这个竹底筋膜炎 很严重吗 之前有一阵子蛮严重的 所以我就穿了有鞋垫的 好了之后后来 就是这次暑假在美国休假 回来开始上课又坏了 所以去美国休假她就会好 回台湾上课多 那这样算职业伤害 职业伤害 好 问一下陈一芝医师 这个很多女孩子 穿鞋可能会引起各式各样 脚的不舒服 脚的痛 那各种毛病 你们临床上遇到很多 看到很多 其实像阿芳老师 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可能就曾经遇过 她是空姐 她也是长时间需要穿比较高的鞋子 然后高跟鞋 然后她来的时候 她也是说她没有办法穿平底鞋 这种是为什么 因为你长久习惯高跟鞋之后 你的小腿肌肉收缩 你的阿基里斯腱跟腱变得比较紧了 腿变得比较短了 所以说你不太习惯让你的脚呈现90度的状态 你的阿基里斯腱已经变紧了 你其实已经习惯上要把脚跟抬高了 跟线变紧了 所以就是跟线变短 所以你没有办法穿平底鞋 那上次来找我那个空姐她比较可怜 就是她不太能够穿平底鞋 可是又因为她高跟鞋 然后又久战的一个职业因素 就是她又有足底筋膜炎 然后她 那你也知道高跟鞋穿了 其实前足的地方压力比较大 她前面又痛 后面又痛 然后跟她说那你穿鞋垫穿平底鞋 没办法穿 因为一穿的话 她就觉得就像阿芳好讲的 她觉得好像要往后倒 她跟腱已经太短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讲 如果你鞋子穿的时候 你的楦头选得不对 楦头过窄 你可能去挤压到你的脚掌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能 纸头从上面看起来 第一个图我们看到垂撞 所以垂撞 这样子就整个凹起来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比较严重的像拇指外翻 外翻严重会翻成这样 对 它会cross over 它会重叠的 对 像这种其实 说实话这种 就是大概没有机会矫正 你大概就是开刀一吐了 对 那足底筋膜炎 其实成因很多 很多人说我不穿高跟鞋 我也足底筋膜炎 对 我不穿高跟鞋 我也拇指外翻 所以其实慢慢现在偏向一个理论 是在于你的足弓的支撑 够不够 所以拇指外翻 是不是也跟年纪有关 年纪有关 然后最主要是其实我们都 都是有看到鞋子 鞋底 其实重点是我们的足弓 鞋垫 足弓 对 你有没有支撑住 让你的那个脚的湿力 有没有被分散掉 所以你前足 你的足跟跟你的前面的大脚趾 都会有不同的力量的去施压 那种变形是随着年纪增加 慢慢出来的 对 那像其实像有种像高宫足的 是弓比较高的 它是先天的脚型就这样 对 其实模型会做的比较夸张 给大家看 对 那就是说你看它的力量 它的脚趾都整个弯起来了 有垂状直了 那它的力量就会在前面跟后面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长茧 对 那我们这个示异图里面 其实不只长茧 我们有很多病人会分不清 什么叫肌炎 什么事 像这里面其实还有点病毒油 病毒油就看起来 上面有一点一点黑黑的 那种细地状 但是茧的话通常是一片 它久了下来它也是会痛 所以穿鞋子除了鞋子的楦头 鞋子贴于脚面的这个选择 它连来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大脚趾的部分 我们足弓的部分 我们足根的部分 那医生我就有一个疑惑了 鞋子都是SOP的标准版型 可是如果照你的说法 每个人足弓的角度不一样 那一般人如何去买到最适合自己的鞋子 一般挑鞋的原则 我们还是先看说每个人的脚的 楦头宽是不一样的 普遍来讲东方人还是比较宽 所以其实东方人真的不太适合 西方的那个鞋的版型 对 这一种就很西方的尖头的 这一种细长版型 对 西方他们人的脚型通常是比较长 然后他们的脚板的宽度 其实没有那么的宽 对 所以我们东方人在选鞋的时候注意 就是你的楦头的宽度你不要去硬挤硬钉 不要硬挤太小的或者太尖的 对 那在鞋底的方面 就是如果鞋子就是格式化了嘛 都是这个样的 它鞋底就是平的 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鞋垫 额外在内部加鞋垫 鞋垫的部分就是要有足弓的支撑 让你的力量服贴 我现在听懂这个逻辑了 加足弓是让它这个施压 跟受重的时候比较平均 它会有一二三点 它就不会像是你平平的时候 你就只有前面跟后面了 对 你有足弓的服贴的话 你的力量被分散掉 你比较不会都是势力在后跟 或势力在前面 对 那更不用说随着年纪增长 其实我们足弓的这个脂肪垫 那个口秀保护力量越来越少 对 所以有一些人年纪大了 才有足弓筋膜炎 那个可能跟到了一定年纪的老化 也有关系 那刚刚讲 鞋子其实会影响到逐步的健康 那鞋底太薄或者是炫头太窄的话 也有可能压迫的是 足弓的神经跟血管 对 没有错 在这要提醒这个 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听到脚痛 脚底痛 大家都想到足弓筋膜炎 肝结炎 肌肉扭伤拉伤 这就是一般的 但事实上在临床上面 我们发现这个神经的压迫 这个足部很多神经的压迫 事实上是蛮常见的 比方说有些人会说 你这个脚跟很痛 对 那第一个你要想什么 阿基尔事件有问题 足弓筋膜炎 真的只有这样子吗 没有啊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脚部 像这个模型就有显示 这红色的部分是这个 足底的这个小的肌肉 事实上足底的小肌肉 会附着在我们的根骨上面 这样它附着端点的地方 事实上都是一些 神经血管密集的地方 所以说其实那边的疼痛 事实上是非常常发生的 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足部 后面是有很多这个肌肉 那这肌肉的走向 是会去支配我们这个 可能拇指动 或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的动 或是整个脚板的这个活动 那它的走向不是说今天这边 这一条走外面 等一下就一样排排外面走 不是喔 这条走外面 可能它等一下要支配的是拇指 它要穿下去走 它就插队了 从这边插到那边去 那另外一条 它可能是要管那边的 所以要从这边插到那边去 那中间就会交叉 那交叉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会压迫这个 很标浅的这个神经 所以在临床上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不要说脚痛啊 就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单纯的问题 事实上也有 蛮复杂的问题在里面 对 就如果你的脚不舒服 要厘清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不过很大一部分 跟鞋子穿的这个案例很多 魏医师就遇过 女孩子高跟鞋穿太久了 竟然还会搞到骨盆腔发炎啊 对 其实这是有研究所提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穿了高跟鞋之后 其实你的身体 其实都会自然呈现 一个比较优美的体态 例如说你穿了高跟鞋的时候 你脚后跟往上抬之后 你会挺胸 你会缩甲腹 会提臀 所以你整个人 虽然比例变得很优美 可是你身体的重型是往前压的 那你的肌肉 就会做一些不正常的实力 例如说你的腹部 你的会应部的肌肉 和大腿的肌肉 其实它就会处在一个紧缩的状态 所以其实会去影响到 我们的骨盆腔里面的血液循环 所以有去研究 我们女性骨盆腔里面的气管是什么 生殖泌尿系统 所以其实常常因为这样子 会造成你容易尿失禁 甚至有些人会性欲下降 还有研究会指出 你骨盆腔发炎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像我在急诊就遇过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他穿高跟鞋去shopping 那他出了那个精品店之后 其实那个精品店有个门槛 出来会有一个小斜坡 那斜坡很小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他一跨过去脚一站 重型部也就往前倒 那正常偶像剧里面 一定会有个人来跟他逛出发 那就是灾难 可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好康 他来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老阿伯在前面 结果他撞到了那个老先生之后 他们两个就跌倒了 那女孩子他一个亮呛 他其实脚去扭伤 而且这种扭伤是 力量是蛮大的 所以大到什么状况 通常要复天很久 对 刚刚其实郑医师有说 我们的竹槐附近 绕过很多的韧带 对不对 他这样一扭 他那个韧带 把他的那个外怀给拉断了 对 造成了骨头的骨折 那这也就算了 把那公主抱的那个老先生 被他一撞跌住在地上 他也造成那个大转指尖骨折 就是大转骨折骨折 所以他们两个就被撞来出诊了 对 那我还遇过一个更有趣的 我们说高跟鞋嘛 很少人会穿着高跟鞋去开车吧 因为我们踩油 其实很危险 你的那个主感其实是 跟正常的你的平底鞋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去预防 大家都习惯 就多放一个平底鞋在车子上面 对 但是我遇过一个年轻夫婦很有趣 他们去想买车 那买车一定货币三家 会去试开 那他们去了某家车子的那个常牌 他去开了那个车 其实开了很满意 后来太太开 那太太因为身高不高 他不穿高跟鞋 他穿横天高 他也是那个底也是蛮高的 但是他不是那种细跟 他想说这样踩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他们在试程的时候 遇到红灯 他要去踩那个刹车的时候 他那个鞋底高卡在 他那个刹车下面那个缝隙 结果他踩不下去 所以没有办法刹车 没有办法 不过还好因为他是开人家的那个车 他不敢开太快 就只撞了前面两台这样子 对 所以本来要货币三家 后来就买了那一家这样子 真的 就穿高跟鞋开车真的危险 其实我在这边补充一下 大家都觉得讲高跟鞋高跟鞋 穿高跟鞋的时候会比较不稳 是因为它的根是比较细 有一种鞋叫卸型鞋 对 整块都是木头的 那种鞋你穿起来就觉得好像比较稳 但卸型鞋的问题是 它会改变你的下肢步态 你会好像踩到一个木板 那个敲敲板一样 你会发现你穿卸型鞋走路的时候 那个脚跟的力量是更大的 对 所以我也遇过穿卸型鞋 足底筋膜炎的 因为你下次如果你有机会穿 女生穿卸型鞋走路的时候 你自己会发现 你改变了你的下肢步态 好像走起路来 比高跟鞋更难看的感觉 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在 在一个敲敲板上面这样滚啊滚啊 往前走 而且那一类卸型鞋 如果前高后高的话 一不小心跌倒 那接下来阿峰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抗发炎的好料理 刚刚讲 足底很多毛病都是发炎 然后其实你讲说 你这个腿部伤害最严重的时候 也是发炎 是啊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企划在寻找食材的时候 他就给我的一个意见 就是希望可以从很多人想说补胶原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自己是台南人 我家里最常吃的就是鞋子 是我认为是可以补胶原很好的 食材 那是不是很多胶脂 今天我蒸了2 4 5 5颗鱼头 我把它放在保鲜盒 然后加了白开水去电锅 蒸了15分钟到20分钟 拿出来放凉 你看整盒 你看旁边都是果冻 全部都是胶脂 这个是湿木鱼的果冻是不是 对 就是胶脂 有没有这么夸张 你看 有没有这么夸张 你是不是有自己偷加什么 没有 我才5颗 太笨 能塞也就是塞5颗 我就倒倒这样子9分满 电锅蒸完 放凉了冰起来 它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鱼的鱼洞 对 然后再来就是鱼皮 这两者其实很简单 好吃 很好吃 而且我没有加任何调味料 什么酒都没有 你要用主具 矫正到正常 我都一定 大概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它最起码 可以维持你的角度 不要更恶化 一群的其中几个成分 它对放松肌肉很有帮助 它其实真的就是一道 顾膝盖顾角的好料理 那你鱼头买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 为什么今天会红红的是 因为我买了 我怕会不新鲜 然后我赶快把它洗干 放到冷冻库 只要一经过冷冻之后 你们看到它的血红素的反应 就会变 那不然它其实是很新鲜的 然后里面的筛 要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 往一个锅子里面 鱼头鱼眼睛 有一些人是喜欢它的胶脂的 对 阿方老师今天分享的 这个是这个 虱目鱼头 是要用卤的 今天是要凤梨豆酱 来卤鱼头 对 然后呢 凤梨豆酱会看到 这就是比较古早味 你要在家里面 用什么硬丹龟 或者是我们煮 凤梨苦瓜鸡 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黄豆板酱 然后加上了凤梨去做的一个腌制物 好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辛香料 是我们一般煮鱼 会想说只要姜 但是要烧这个凤梨豆酱鱼头 你一旦还要加上蒜头 然后呢 喜欢辣的朋友 你可以放一点点的辣味 好 然后鱼头没有什么油脂 你如果不放一点油 它烧起来会比较色 所以我会在这里面 放一汤匙的油 这是什么油 一般烹调吗 一般的烹调的油 什么玄米油啊 橄榄油 通通都可以 放一汤匙的米酒 米酒 对 然后再来 我们就直接放水 好 然后呢 我今天还搭配了一点点 这个番茄粒 好 所以这个其实只要 备好了食材 就可以让它细火慢 对 就直接放上来 然后把锅盖盖上来 好 来 我们开火 然后就直接让它去做 蹲煮的动作 然后等到它都完全滷到沸腾 基本上鱼头很快就熟 你转个小火滷个三五分钟 就可以上桌吃 等会我们让它慢慢滷 那今天呢 我既然蒸好了这个 这个是事先滷好蒸好的吗 就是只有蒸熟 我想要让大家看到它 光是小小几颗鱼头 可以让你释出多少的胶质 那今天我蒸了这一盒呢 我就不把它浪费掉 我要把它释出到我的汤里面来 好 所以这个是简单蒸熟的鱼头 对 那如果只是单纯要吃原味的鱼头 其实简单蒸熟 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 你也可以一锅清水 就把它买很新鲜 你买它十颗 对 花你五十块钱 然后就直接回来 煮一锅鱼汤 放个姜丝 好好吃那个鱼头的鲜美 然后等会 千万记得就把那些这个鱼丼 通通把它那个鱼汤喝掉 那就是可以补到很丰富的胶质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 本来它都黏在一起 到现在还黏在一起 对 然后我们让它化开 稍微化开 它就把所有的胶质 贡献到我的汤头里面 这一锅就是胶原蛋白鱼汤 对 胶原蛋白鱼汤 然后呢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来煮一锅好粥 好 那我们今天还准备的就是 虱目鱼的鱼片 对 是 然后我在这里面 也加了一个比较丰富 在台南虱目鱼粥是比较简单 对 它就是米饭 汤水 鱼 然后呢比较没有放这么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家 是可以煮得丰富一点 所以我今天泡了一点点的香菇 好 再来我们放一点糙米饭 好 所以我们这个鱼汤 跟糙米饭跟香菇可以一起下 对 好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我今天带了一整盘 看到鱼皮 对 对 鱼皮 食物鱼皮 对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今天很丰富的这个鱼皮 然后这个鱼皮有满满的胶质 然后它很快 汤水一滚 因为鱼皮很薄 就是它很薄 很薄 那所以它也会熟得快 很熟 很快 然后呢 我们边做调味的时候 我把一部分的 我今天也加了 在植物里面 我们蔬菜里面 你会有胶原的 会有胶质的豆頰 那个夹壳的部分 它就会有那个胶质 那我们今天我放进来 好 这个是甜豆夹 甜豆夹 对 让它增加一点蔬菜 然后也有胶质 好香喔 好 闻到很香了 好 然后再来 我们调一点点的鱼露 好 那这样也有一点咸 咸度跟风味 咸度 对 然后我们煮鱼汤的时候 摆姜丝 会有清香的味道 可是当你拿来煮粥的时候 那个米饭的味道 会压过姜丝 所以在台南煮鱼粥的时候 并不放姜丝 放的是蒜头酥 好 这很重要 这个是阿芳老师牌 自制蒜头酥 就是蒜末把它炸成酥 对 然后这样一锅粥 然后最重要胡椒粉 好 胡椒粉 还有一点芹菜跟香菜末 对 然后 白胡椒一定要加 白胡椒放上来 好 放上来 然后呢 只要汤水一滚 因为鱼皮很容易就熟了 对 汤水一滚 我们最后把这个 香菜跟芹菜末 把它适当的放进来 或者是你放在你的汤丸里面 你打上粥的时候 直接放上去提香 像是这一锅鱼粥 你可以看到它就整个就好 那我们同时间来看一下这一锅 刚刚布鲁的这个 凤梨豆酱鱼头 对 它整个的感受 你就会看到它沸腾 沸腾了 对 然后整个的 鱼肉是熟得快的 鱼头也是熟得快的 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筛 鱼炸都已经把它清干净了 然后你会看到 那个整个的胶质 完全就是骨胀上来 等会儿就是慢慢的 它有这些汤汁 我们放进来 然后加一点点的葱段 它有去腥的效果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试吃了 你知道我在台... 我其实也是台南人 可是我觉得你做得比 这个啊 我在台南吃到的虱目鱼之后更好吃 因为它其实 我觉得满惊讶的是 它里头完全没有加浆 可是它完全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还会反的散发出一种香味 所以在现在摄影棚很冷的时候 吃这个真的感觉 很舒服 好温暖喔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 其实这道料理 你刚刚在做的时候 我心中在想 它其实真的就是一道 顾膝盖 顾脚的好料理 因为它有三大元素 这三大元素 对于一些很容易肩颈酸痛 腰部酸痛 脚痛的人 都很有帮助 那三大元素 第一个Omega-3 虱目鱼本身就是一个 Omega-3很丰富的一种鱼类 尤其是包括眼睛的眼眶周围 还有刚刚我们鱼头里头的这些位置 它其实本身的这个胶原蛋白也很多 所以第二个就是胶原蛋白 我们知道其实乙行不行 很多人会吃那个鸡爪或者是猪脚 原因是要补它的那个软骨组织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关节的疼痛 其实有些时候是软骨组织也一起磨损了 所以同时补充是相当好的 第三个其实大家并不知道 就是维他命B 我们里头的糙米 糙米其实维他命B的含量就很高 尤其当它组成这个我们说粥的时候 因为其实糙米的这个B群 它是溶于水的 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 把那个汤一起喝掉 因为它其实很多的B群是融在这个水里头 那你说B到底对我刚刚讲的 奇怪前两个好像都比较有关联性 为什么B群会有关 因为其实B群的其中几个成分 它对放松肌肉很有帮助 我们很多的疼痛 其实并不是真的关节跟关节 已经骨折了或者是破了 而是它附近的这个韧带组织 它被拉扯着 那为什么拉扯 因为肌肉过度紧绷 所以可能搞不好是韧带发炎 或者搞不好是肌肉肌腱发炎 所以这时候它其实 因为一般的人 它其实没有办法很像我们医生 我们可以用按的 我们可以用问诊 可以用检查去做确定 它到底是骨头问题 韧带问题 肌肉问题 神经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像刚刚那一碗 湿木鱼粥 就是糙米粥的这一整个料理里头 它大概就把我们所有 可以去瓦解我们的一些肩颈疼痛 或身体疼痛的问题做一个处理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说 其实我们大家对鞋子 都直接联想到就是痛这个字 其实它有时候 会造成一些很特殊的困扰 我之前其实 因为我的门诊加一科 所以我们很多人 千奇百怪病会来找我们 有一次有个小女生来 她的脸就是写着我身重病 那她来的时候我就说奇怪 你那么年轻要来干嘛 她就说我想要检查 我米异力有没有问题 我就说为什么想检查 你是手脚有长什么疹子 她说手道没有 但我脚上长疹子 她就把她的鞋子脱下来 她的脚在这一块地方 出了一大片咖啡色的斑 她就说这块斑大概是 从三个月开始 就慢慢的一直有 现在颜色越来越深 那因为她上网去查 现在网路太发达 她一查资料之后 她就糟糕 好像有这个斑 而且还一直这样出现 好像不太妙 好像跟免疫有关 所以她想做检查 我一看那个斑 又听那个症状 我觉得不太对 我就再去问她 我说那你发生这件事情之前 我就请她想想 看到什么事情 后来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她有一次 在这三个月前的时候 她有一天 可能就像是走路 或什么之类怪点 那因为她那怪的不重 所以她就去那个铁打师傅那里 去给她做按摩 其实按摩完之后 因为我当时会这样问 是因为她其实走进来的角度 角的角度仍然是不对的 她之后因为这个角可能扭到 她会带长的把她的角 往外稍微去靠一下 因为做往外动作 她可以这个地方的支撑 就不会用到我们角的内怀的力量 结果呢 我们女孩子穿的鞋子 是相对下比较薄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鞋子的 这个CPU的材质的 她长期在这边做摩擦 所以我就请她 帮我拍她家里很多她穿鞋子的样子 果然 她其实就是在她本来穿鞋子 如果你是彩屏 往外一点点 就是在刚刚好她的那个位置 摩擦的位置 对 后来我就请她说 那请你这一阵子 都不要穿这种非常包的鞋子 而是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 再弄解像是可以代谢这个色素的 她一个月就好了 她就觉得 我竟然没有风湿免疫的问题了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下自己 但是的确我觉得鞋子 或者是脚型 或者是我们脚穿鞋子的习惯 跟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都有关联性 那温医师 那很多年轻人很迷一些名牌的 这个慢跑鞋 球鞋等等 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后遗症 是啊 刚刚有提到穿高跟人 也可能发生危险来看急诊 现在连平底都有问题 那其实慢跑鞋它有一个特色 我们穿慢跑鞋 我们要求的是它要轻 要够柔软 对 然后再来就是够透气 所以就衍生出了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它对脚 其实它的保护力是不够的 你受到一个外力的撞击 或者是当你做一些 比较剧烈活动的时候 例如说你要做一些横移 或者是你在奔跑或冲的时候 你忽然做一个急挺的动作 其实对你的脚趾头 也都是会有一些伤害的气息 再来就是它的鞋底 它鞋底有时候因为为了要轻盈 为了要它的鞋底和鞋跟的保护可能不够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气湿 它就没有办法因为鞋底 来吸收掉那些冲击力 所以间接也会造成我们足底的负担和伤害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常常穿这样的鞋子 会足底肌膜炎 不过这里也不是说慢跑鞋不好 因为慢跑其实应该用在对的地方 它就是用来慢跑和 就是你要做一些快走等等 你是用这样子的鞋子 可是我觉得戴神有时候也很神 或者是你花了一个大钱 你买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 你做什么事都穿它 他可能穿慢跑鞋去打篮球 就会有运动伤害 对 那我就遇过一个大学生 他一双慢跑鞋他穿了两年 然后他真的舍不得换 鞋底几乎也都要磨损掉了 所以他常常足底会痛 可是他也常备了止痛药 那就是足底筋膜炎 所以他每次疼痛的时候 他就吃止痛药 不舒服就吃止痛药 直到有一次他来挂急诊 是因为假日 他痛到受不了 他怎么痛呢 他其实连走路的时候 他那个痛他以前的经验是 脚底是整片带状的疼痛 不舒服 可是他现在是一踩地 他会有一个很尖锐的疼痛点 而且那个疼痛是他 他没有办法忍受的 所以他来看急诊 后来照了X光发现 他的脚掌骨 产生了硬力性骨折 就是硬力性骨折 跟一般的那种外伤 那种骨折你会错位 或是不太一样 他就是因为你过度使用 还有他力量过度的承受 之后造成骨头的裂痕 所以骨折是非常疼痛的 所以其实你选了 不适当的鞋子 或用不适当的鞋子 做了不适当的活动 其实也会产生问题 而且陈医师 好像如果你的鞋子的鞋底 磨不同部位 其实也看得出你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会以往觉得说 你磨外侧 是不是你的脚型 就是外侧压力比较大 然后其实错 我刚刚有提到 它是一个带肠相反的 就像我们主持人 是有拇指外翻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相对侧 你的后跟的外侧 是磨得比较多的 所以就是说 当你真的是磨外侧的人 其实你可能是你的 因为你的力量 是比较属于在外侧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会想要 想要把它往内去旋转掉 总之就是 你会发现你磨的地方 跟你的脚型 其实会是相反 那其实像还有人说 什么脚指处会磨 那代表你鞋底太薄了 太薄了 那你的脚掌的力量 又超过于 你可能选鞋的鞋底 所能支撑的地方 所以你磨的时候 甚至有人会看到 脚指印的磨损的痕迹 你注意选鞋的尺寸 还有鞋底是不是太薄 在大拇指外侧的磨损 你会以为 那是不是拇指外翻的人 会磨大拇指 其实不是喔 大拇指外翻的人 并不是磨大拇指的位置 这也是一个代偿性的 它应该是属于 变形的在外侧 所以它的力量 想要用内侧来调 所以它会磨内侧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看法 其实我之前曾经遇过正门诊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小朋友的扁平足 这个东西 一直是一个非常大议题 而且常常被问 从2岁就开始 为要不要穿矫正鞋垫 然后从6岁 10岁到18岁 到了28岁 到来为要不要穿矫正鞋垫 这个每个人的脚型 在不同的年纪 它有不同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测一下大家的脚底的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有一位企划同仁 他是扁形的扁平足 那这个医生就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对 大家看 这个东西就是在 我常常发现门诊 不管是小朋友来看 或是大人 脚有什么问题 我通常请他先站上来 其实他真的很明显 竹膚比较平 所以这个就是扁形的扁平足 大家应该有看过正常的脚型 大概就是上头比较宽 然后下面比较宽 然后下面会有个 有个功能 一个缺损 它的缺损其实比较少 所以它是比较接近扁平足的一个状态 那扁平足有什么影响 你会久站就有伤害不舒服吗 一般来讲扁平足的人 他还是可以活动 对 他还是可以运动 但是扁平足的人 他比较不耐操 有时候爸爸妈妈带来说 为什么10岁的小朋友带来说 好像每次带出去玩一玩 他就很容易说他脚累 你要想扁平足的人 因为他的足弓内侧 是比较塌陷的 他的脚是有点内旋 内旋的问题的话 所以他会用不正常 比较费力的方式去走路去运动 他的脚就比较容易疲累 所以他们就不耐战 所以以前才会有兵役的一个条件出来说 如果你有扁平足 你就可以免兵 你可能不耐战不耐操这样子 近几年的条件有越来越严苛的趋势 那医师也要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模特儿分享一下 就是也跟观众们分享 比较一般正常的足弓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当然你就看到中间这一块 缺损比较多 对 它的那个缺损 可以看到皮肤的部分是相对比较多的 对 那这样的足弓的弧度 就是比较接近一般的多数的状况 大多数是这样 那我孩子曾经有遇过 只看得到前面跟后面 中间根本没有任何连结的 那它的支撑怎么办 这种人就好容易拇指外翻 好容易足底筋膜炎 它的力量通通都在前面跟后面 因为足弓太高的关系 对 那有一些女孩子说 高跟鞋穿久了足弓也会高 是真的吗 因为我们的脚在高跟鞋里面 它为了要hold住那个力量 我们脚会往前滑 所以我们的足弓会很不自觉地 攻高一点 然后想要去hold住那个鞋子 hold住自己的重心 所以很多女生 她可能天生本来就有点高公足 然后再来又长期穿高跟鞋 那高公足会越来越明显 就会产生我刚刚讲的 只有前后有压力 那难怪这样子 它的脚的这一个状况 跟湿力跟这个负荷的重量 就容易有各式各样的毛病 或者发炎的状况 好 谢谢陈医师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抗发炎的好料理 好 那这边今天我来做一个 橙汁鸡腿 因为现在马上柳橙的季节到了 那这个鸡腿呢 我们通常买回家之后 再自己切几个刀口 去了骨是请店家去了骨 我们就切几个刀口 让它比较有刀口的话 它容易熟 那我就只有稍微用了一点盐 把它腌一下 因为今天我用的是橙汁 是柳橙的口味 我不喜欢给它太复杂的调味 点点油来带这个鸡皮 当然有的人说不用带不用油 但是我觉得有油煎一下 这个鸡皮比较香 好 这个叫做交叉症候群 腰部会疼痛来找 所以你就给它检查一下 腰部都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看看它的脚 原来你的脚 问你出来没有脚伤 所以 可是痛点在腰 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发炎 一个叫做多分类 一个叫做肋黄痛 它对于一些这个微发炎的状态 可能就可以有一点机会 去做逆短的动作 我们来一点点面粉 好 我们在皮的部分 稍微撒一点面粉 撒面粉的逻辑 是让它皮比较 待会脆是不是 脆 而且容易上色 脆口 比较脆皮 而且有面粉它比较香 比较香一点 那通常在家里面 大概一个鸡腿去了骨头的 我们需要煎到 差不多有六分钟 把它这个鸡皮面煎一煎 大概四分钟 反面之后再煎一个两分钟 然后我们就做的 放在我们的sauce里面来烧 那今天这个sauce里面 我们也来一点点油 那我这边先是用洋葱来爆香 好 今天老师要分享的是 橙汁腿排 所以准备的橙是 新鲜柳橙汁 新鲜的柳橙汁 那还可以有这个柳橙切丁 那这个sauce稍微热油 现在放下去锅子内的是洋葱切丁 对 那如果说做咖哩口味的 我就会放一点大蒜来切丁 那因为柳橙比较清爽 所以我们就不放大蒜了 好 那我们爆炒一下洋葱 那然后就来洋菇 来 洋菇 洋菇也可以让它炒香 然后来一些这个洋葱菇 好 那这个菇都可以让它炒熟炒香 对 好 炒香的同时请教一下 陈新门医师 刚刚这个安琪老师挑了 是秋冬是柳橙的季节 那实际上柑橘类的抗氧化的 抗发炎的能力也都蛮好的 对 其实我们当然知道 所有的水果类 它其实都含有一些部分的维他命C 维他命C本身就是抗氧化抗发炎 不错的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这些成类的东西 它有另外两个主要的主力成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抗发炎 一个叫做多酚类 一个叫做类黄酮 我们有很多研究发现说 这些东西它对于一些抗氧化 甚至保护心血管是有帮助的 所以像当我们有这些抗氧化的东西的时候 它对于一些微发炎的状态 可能就可以有一点机会去做逆转的动作 所以它其实在 比如说我们在料理 或者有些人不是用料理 他是直接吃这个柳橙 其实都是很鼓励的一个方式 那问一下陈一芝医师 刚刚讲说这个拇指外翻的 这个严重程度是有差异的 医师也要秀一下 有一圈很有名的案例是 徐若萱好像为了拇指外翻开了刀 那这里头很大的一个 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自己的拇指合并起来的弧度 那正常的轻度的中度的跟重度的 其实它的角度真的差很大 对这个角度其实你真的要确诊 还是需要照S光 那很多病人来就是说 它外观看起来好像我大拇指不直 医生就来问说 医生我这拇指外翻 要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现在拇指外翻 目前治疗的概念 就是说治疗的标准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在正常 正常当然不用治疗 就是说轻度到中度这样的 你可以用不管是用辅具 现在很多的辅具是 其他很容易买得到 市面上这种像这种橡胶类的 这个是轻度在用的 对对就是夹在大拇指跟食指中间的 那我可不可以用使用者经验吐槽一下它 我觉得它没什么效 因为我用过很多种 对对对 我用过很多组 通常来的时候 阿嬷自己都会掏出来说 我已经用这个了 但是没有好 对对 那再来就是说辅具类的 很多时候 这个是专业的 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常会见到的是说 它是一体成型 然后让你晚上的时候 所以要带着去矫正的 对 但是很多病人反应它带不住 它好痛喔 所以现在就有 我知道它这个原厂是从德国 德国它的专利的技术 是让你的大拇指这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你可以调一个比较舒服的角度 对而且就是你可以穿在鞋子里面 很多人说它带这个辅具 它没有办法穿鞋子 现在已经可以研发到 它非常的轻便 非常贴 然后非常透气 不容易感染的材质 你如果不是原厂的话 或是说你是外面的一些盗版货的话 你这些材质的话大概很容易坏掉 然后也容易会有一些细菌滋生 那我问你喔 这种矫正可以让轻度的拉回来正常吗 因为你看你轻度是 拇指弯了15到25度 可是正常是平的 是没有那么弯的 那矫正是可以把它的角度矫正回来吗 对 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澄清的观念 就是说拇指外翻 基本上你要用辅具矫正到正常 我都一定 大概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它最起码可以维持你的角度 不要更恶化 也许可以回来一点 对 但是你大概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回到正常 好 同一时间 我们安琪老师的腿排果然焦香了 焦香了 把它面粉的颜色就上色了 好漂亮 那这边我们把它这个炒一炒之后 我拿了三个柳橙 把橙汁下去 来 三个柳橙放下去 但是柳橙它味道比较淡 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一点盐 用一点糖来调味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鸡腿排 给它放到这里面来烧 所以我们的橙汁腿排 腿排煎的焦香之后 这个腿排肉的那一面 要放进橙汁里头烧 对 来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 因为这个 刚刚煎的大概已经有六分熟了 对 我们大概只需要再有三分钟 就可以好了 好 让它烧入味 对 让它烧入味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来一点花椰菜 好 这个是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橙汁风味 对 那然后最后我们这个橙汁 为了保持它的原味更香 所以这个切丁的柳橙呢 我们要最后最后再放下去 大概放下去之后 一分钟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再烧它一下 烧这个大概再有两分钟就可以好了 好 老师 我们大概烧个两三分钟就熟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拿筷子 可以搓一下 如果搓得动 就表示它已经熟了 好 如果肉还是生的 它就比较搓不下去 不过这个因为去骨了 所以它会熟得比较快 对 你擦个几个地方看一看 好 都能够 没有阻碍的下去就OK了 那这时候我们最后把这个柳橙块 柳橙粒放下来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哇 我们安琪老师的这个橙汁鸡排很好吃 那这个橙汁有点微甜 然后这个甜甜咸咸真的很好吃 而且这个曾医师好像接着下来 实际上十月份是复健科的旺季 因为听说百货公司的周年庆 有一大堆贵姐会早上门 对 今天好像是来广告的一样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穿鞋子的大学问 所以我们来延伸一下这个整个穿鞋子的伤害 如果你的疼痛 你的痠痛 发现在这个脚 小腿一点都不稀奇 事实上这些像久战 或是说常常要走路的这个职业的 比方说贵姐或是说一些美法工作业者 他们常来找我们的都是腰痛 最常见的腰痛 那腰痛的时候你当然要先排除一些 真的是属于腰的疾病 比方说一些退化 一些最肩盘突出 或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中间其实大概有三四层的病人 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主题 它实际上是逐步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刚刚我也有讲过 这一路会往上 会造成我们的膝盖的内旋 造成我们的大腿的内旋 造成我们的骨盆的前傾 所以我今天要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 事实上是有它的根据的 这个叫做交叉症后群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像啤酒肚的人 今天啤酒肚的人 他是把肚子挺出来 所以他肚上事实上是比较软弱 肌肉无力的 那他的对侧呢 就在屁股的地方 也会相对的是软弱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 Wick就是软弱 所以肚子跟我们的屁股是软的 那什么地方会硬呢 就是你那个腰部的 你的相反边 我们肚子的相反边就是我们的背 所以造成你的背脊 我们在医学上叫做这个 过度的这个Lodosis 腰部的这个角度过度的增加 那这个你想想看 东西如果一个C型 如果过度增加 他中间的卵阻力实际上会挤在一起 事实上是过度非常的紧 那他的对侧呢 他的斜对侧就是我们大腿的前侧 所以大腿的前侧 肌肉也会很紧绷 所以这类的病人呢 他今天来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他腰部会疼痛来找我们 所以你就给他检查一下 腰部都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看看他的脚 问题出来你的脚上面 所以问题在脚 可是痛点在腰 而且很多人腰痠背痛 一辈子都医不好 都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 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问一下魏医师 这年头还有很多人 风路跑 那有一些人拼什么半马 拳马 跑老半天 这个脚如果没有顾好的话 各种毛病也可能跑出来 对啊 这边就是提醒大家所谓的 退化性关节因 尤其是在我们的膝盖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直立的动物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任何的运动 他是站着的 其实我们膝盖的负担 都有一定的比例程度 那所谓的退化性 他关键就会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当然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 他的退化一定是会慢慢的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使用 你过路去使用他 或不当的使用他 他也会增加他的耗损 我这边就提到一个40岁的那个 他是一个企业家 那身体是 身材是有点点肥胖 其实我们肥胖 像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他在40几岁的时候就中风 可是他当时因为处理的快速 所以他后来可以恢复到 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那从此以后他开始速冻自己的健康 包含饮食和运动 那他其实很喜欢夜跑 因为在晚上跑步的时候 他可以去放空放松 然后去思考一些东西 但是他忽略一点就是他认为 我就是慢慢的跑步 所以他没有 他几乎不太做什么暖身的运动 所以其实长期下来 他开始右边的膝盖出现了问题 直到有一天早上 他一起床的时候 发现他的右边的膝盖 不太能够动 除了发炎疼痛以外 他觉得不太能够动 然后他当时正要起床的时候 肌肉也不太能够使力 结果他就整个跪到地上去 那送来急诊室才发现 他整个关节已经是 不只是退化 而且发炎的是蛮厉害的 他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还是去换了关节 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 他才40岁 对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不好意思 换一个关节可以撑几年 大概平均10到15年 那你刚讲他才40岁 10到15年 意思就是说55岁再换一次吗 是啊 那70岁再换一次吗 那没完没了耶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退化性关键 第一个就是年纪已经往前面提了 就是关于你的不断的使用 或者是你没有做好暖身 没有去保养他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我们外部有调查 我们其实60岁以上的男性 大概有六七成 会有退化性关节 就是膝关节 你会被退化性关节损扰这样子 可是我们女性 其实一样是60岁 可是六个里面就会有五个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很高 其实当然女生和男生 在先天上构造不太一样 对 像女性荷尔蒙啊 还有我们的肌肉脂肪的比例 造成她的膝盖承受支撑力 其实比男生更不足 那还有一点有趣的是 我们男生和女生 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女生上厕所 他其实平均一天 会比男生多蹲或坐 这个姿势使用膝盖的频率会高 所以这个姿势是伤膝盖的 对 没错 所以其实造成说 我们女性会比男性 来发生退化性关节的比例 高了一些 好 那节目最后 陈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因为今天我们谈了很多 其实相信很多人 都有一些足底肌膜炎 或是有拽到脚 扭到脚的经验 大概三个重大步骤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第一件事 就是要了解自己脚的形状 我们刚刚其实有很多的检测 就是看你是扁平足 你是高足弓 还是你是正常的足弓 利用这些方式先选择 一个对的鞋子 还有对的一些走路方式 第二个假设 你今天的脚 已经在发炎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休息 第二个口诀叫先冰后热 就是刚刚其实陈医师有提到 在我们发炎的时候 你先用冰敷的方式 去镇定它发炎的地方 如果这时候你反做热敷 反而会让你发的地方 肿得更大 所以先让它冰敷镇定之后 几天后已经不再热 不再红的时候 改成热敷 因为热敷可以促进血域循环 会帮助你本来扭伤的这些组织 就是可以比较快地 达到修复的作用 好 谢谢医生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冒曲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荧幕左下角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还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 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LINE的官方节目帐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